大家好 欢迎来到杨阳说时 自从人类诞生以来 世界上就发生了很多大大小小的战役 不仅是我们国家每一个国家 因为政权的变动都会伴随着战火的洗礼 而在世界上有那么一个国家 自从二战结束之后一直在打内战 如今已经过去70多年了 至今还没有结束 整个国家因为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变得支离破碎 而如今当地的百姓也快穷得要喝西北风了 这个国家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缅甸 二战结束之后 也给很多人类带来了一场重大的打击 但是对于缅甸持续了70多年的内战 也是很少有的 可以说是最漫长的国家了 没有之一 至今缅甸内部还出现了 各个少数民族武装和地方势力 时不时进行战争 难民遍地 如果按照这样下去 这场内战很可能要创下百年的记录 其实最早缅甸也是统一的 但是后来被英国殖民 这进行了殖民统治 自从英国占领缅甸之后 一些少数民族就靠着英国的扶持 一直打压本地的缅甸族 内战一直持续到现在 长时间的战争 最苦的也就是黎明百姓了 百姓已经穷困潦倒 到了喝西北风的程度 但是缅甸依旧不停手 至今缅甸还在大家印象当中 是比较贫穷落后的一个国家 他走了他的对象 所以说战争是百害无一利的 同样也是为了自己国家的繁荣昌盛 为何为一点力要斤斤计较呢 而且是国家的百姓们处于水深火灯之中 还好如今我们这些国家人人 已经安居乐业 过上了理想幸福的生活 好了本期就到这 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 欢迎指声 我们下期再见了